也可以單獨分離開來 也就是說如果有這個檔案 我想要共用,你把它點進來 點進來也可以 或者你勾起來之後這裡有一個共用 你把它按共用 今天你可以取得這個共用的網址 你把它複製起來 當然這個地方你要 變更一下就是 知道這個網址的 或者是你要到搜尋裡面找得到 假設是知道這個連結的 好,首先 完成 那麼這個行為你可以帶我們的這邊 我們剛剛不是有建立一個檔案櫃嗎? 對不對 不過因為我現在左手邊不是自動的 所以是不是不會出現 我的左手邊這邊 我們不是剛有調整過嗎? 變成手動的 手動的就變成以後你增加 月面要自己來這邊去決定 所以你自己要最好連結 那我這邊我就進來 把版面配置一下 好,這裡 編輯 好,我把我剛剛的頁面 你看像我剛剛的檔案櫃 跟這個代辦事項就沒有進來 代辦事項 確定 你如果從這邊 這裡 我就可以新增連結 你就把你剛剛的網址確定來 這樣你了解意思嗎? 好,所以我一樣可以利用雲章面也當作有檔案櫃的空間 那這樣你就不用擔心說我的內容 對不對 會不會 檔案空間不夠用 而且那邊還是一樣有什麼? 有那個歷程 編輯的歷程 你還是可以保有這樣的功能 還是可以保有這樣的功能 這個是跟大家來補充一下的 順便補充一下就是 萬一這個學作平台 你不想要了 因為我們剛剛只是玩一玩的 對不對 你來吧 在這下面這邊 我記得有一個移除 我記得有一個移除在那 有沒有,直接刪除 你就會把它刪掉 那像我剛剛講的 如果你做好這一個 你想要把它當作一個森頭來用 當作一個蛋本 也是在這邊 有沒有 學作平台 不用每次都重來 你可以直接 假設我就覺得這個用得不錯 再複製一個 內容完全一模一樣 你再去修改就好了 3C就比較快了 這個是我們再跟大家補充說明